依据台北市卫生局统计年报显示 109年学龄前儿童整合性筛检成果 南港区幼童取齿率为39.41% 较台北市38.54%略高 视力异常率为18.87% 较台北市13.53%高 听力异常率为0.91% 也较台北市高 凸显南港区推动儿童筛检的重要性 因此南港区健康服务中心结合台铁 举办免费学龄前儿童整合性筛检 那我们在5月27号跟5月28号上午的8点半 到下午的4点半 我们在台铁的南港车站的地下室2楼 针对我们满三岁以上 未满四岁 还有就是四岁以上 未上学的幼童进行 就是办理市场的整合性 儿童整合式筛检活动 那筛检的内容包括口腔视力 还有听力 身体健康检查 还有免费的服务 那筛检疑事异常的儿童 我们就会转介 还有追踪服务 今年呢 我们特别也将与我们的铁道带所之旅结合 希望藉由我们有车站的导览 比较到安全的宣导 一方面呢 也吸引小朋友 更提升了一个 来参加健检的一个参与度 然后希望这样的活动 跟儿童健检一样 都从小扎根 从小开始 然后在这样的活动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哥哥姐姐 有比较到安全的宣导 那也有车站的一个购票的流程 以及乘车的礼仪 还有对铁路火车车辆的认识 台铁更精心规划铁道安全探索之旅 藉由同去铁道剧场 车站环境及购票流程介绍 铁道故事屋导览及乘车安全宣导等 兼具知识及趣味性十足的节目 让儿童不再害怕健康检查 提升筛检配合度 同时也能认识铁道文化 及提升安全势能 记者文君台北报道